在下環的大興生村三樓某個單位 懷疑有斬人案 三個女人受傷送助員 警方現在已經調查中 郵街坊就說這個單位本身是可白住開 自從她過著身之後 就有三十多歲的兒子在這裡住 我今天早上起床就在下面的房子開冷氣 我才回來睡覺 讓他們安靜了我才能睡 我已經忍了很久 這小時就流水流到我 她還說我勒索她 現場消息就說 懷疑35歲的女傷者曾經拿刀斬刃 她的頭部有裂傷出血 左邊的前臂和右手背都被割傷 而其他兩名29歲和53歲的女傷者 就是左手指割傷和雙手手掌割傷 警方初步懷疑三個人是因為生活問題而爭執 不過究竟為何發生到要斬刃都要再調查